我叫葉仲朗 今年29歲 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在小時候已經是一個職業足球員 代表過香港隊踢青年賽事 例如全國運動會 奧運隊等等 在2009年亦有幸在香港取得東華運金牌 2018年5月正式退役 同年6月加入警隊 現在是柴灣的特顯隊主管 我覺得警察和足球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警察的工作就像踢球一樣 我們講求團隊精神 講求紀律 但我們要做好自己之餘 亦有很多外在因素 例如對手 球場 球證 天氣等等 套用到警隊 其實可能是每天工作的挑戰 你面對市民 或者我們有時防止罪案的時候 要面對一些罪犯等等 你都要作出不同的反應 在球場上 無論你踢得好還是不好 觀眾都會有人支持你 有人不支持你 就像現在警隊那樣 我們不會做一件事 都會有人去支持或者不支持 我們要做的就是 令支持我們的人 繼續支持我們 不支持我們的人 我們就聽下他們的意見 看看怎樣可以改進自己 希望有一天支持的聲音 多過反對的聲音 我以前不是做警察 即是一個普通市民的時候 都會覺得警察很有威嚴 小時候都會叫警察叔叔 踢球可能衝突比較多 但我可以說 從小到大我都未打過教 但現在可能因為大家對警隊 有些誤解局勢的因素 市民會變成跟警察對立 會發生一些對警員指罵 有些更激進的 可能會襲擊警員 扔汽油彈 扔磚 去傷害警察 作為自己剛剛加入警隊 一起步 就已經是一個最困難的時候 但是我完全沒有後悔過 如果選擇警察做終身職業 使命感是要很強的 不會因為經常被人指罵 或者別人說你做得不好 你就放棄 以前踢球可以代表香港隊 是一件很驕傲的事 現在加入警隊我仍然是 有這種感覺在這裡 我小朋友剛剛出生不久 我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將來會以爸爸 是一個警察為驕傲 如果他長大 我都希望如果他可以 我也想加入警隊